土匪头子狗霸天生了一窝小哈士奇 这简直就是主人噩梦的开始 一个狗霸天已经搅得一个村子击飞狗跳 他又给主人生了七个葫芦娃 七个孩子全部遗传了狗霸天的性格 一个狗霸天是主人的噩梦 七个狗霸天就是全村的噩梦 七个哈士奇一起出动 把邻居家的小花狗吓得魂都飞了 此时的小花狗都看见自己的看脑来接自己 一个狗霸天要全家出洞才能愣得住 一群狗霸天就要全村出洞才能愣得住 狗霸天的孩子们各个飞檐走壁 一米多高的窗户轻松地跳出 追尽碾压的纹领以他妈更胜一筹 看到这么肥的小猪崽子 他更是兴奋地一头跳进去 刚把狗霸天的孩子从猪圈弄回家 狗霸天又跑了 一家子连饭都没有吃 又开始找狗霸天 最后又在羊圈里找到了狗霸天 狗霸天就这样被他的男主人不情不愿地给拎了回去 这次男主人在家 他还想耍赖 结果就这样像拎小鸡仔子一样给他拎回家 狗霸天出门就惹事 在家也不闲着 招猫逗狗 又菜又爱玩 见兮兮的样子 实在让人受不了 好在这个家里还有狗霸天的克星 就是吵架以一敌妻 把狗霸天的爪子咬受伤的金王 他和狗霸天打架 从来没输过 每次都是把狗霸天打到角落里 不敢出来为止 嚣张的狗霸天 也就能在此时安静一会